大家好,我是丹坤總 用台語的話,我想要口音會不會 今天要講強盛及時警報 剛剛已經被置物行銷有六五分鐘了 再加開時間 這個是我的個人簡介 我挑出一些關鍵字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app,有ofmater,有防舊商 然後還有一個地震 我身份的話,你大概可以去網路查KNY 就可以查到我的所有資料 我在網路上透明的 這是我們公司的logo 有一個小公司專門在做app最近 現在也是台灣防災產業協會的財務理事 也是裡面地震災害防治的主任委員 所以最近的話,我們都會做跟地震相關的東西有關 那我們來講一下今天的主題 這是一個app 這個app之前的話,只是拿政府資料 把它做成一個app 我剛剛沒有講開放資料,我講政府資料 所以當政府還沒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已經去拿資料來用了 這幾年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要放出來 所以一直在民間倡議 開放資料應該在民間推行 這邊你看一下,用了很多資料來源 這邊列出來的話,是已經有開放資料的 那以前還沒開放資料之前 已經都先去抓了 如果你是Android的話 你現在去查KNY的話 你可以下老張的這一個app 剛剛都有地震,各位知道嗎? OK 那有地震的時候它怎麼辦? 大卡,OK 那我們做一下地震模擬 看一下各位的反應 這是模擬喔 這是模擬喔 但是各位要應變一下喔 地震發生的時候要趴下 掩護、穩住 因為如果黃金三角 沒辦法回事喔 你在地震的時候 沒有時間讓你找黃金三角 你就把握這個 先趴下來 穩住 掩護到你的頭部 如果現在發生地震 現在發生地震喔 OK我沒有聲音 OK 你應該先趴下 然後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然後掩護自己 如果現在發生地震 你會做什麼事情? 對 你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對 可是當你還沒有看到 知道幾秒以前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剛剛講啊 你應該躲到多子幾下 對不對 地震的當下 你應該躲到多子幾下 那假設 這晚了之後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馬上離開建築物 對不對 好 有人知道從這裡 離開建築物到外面 要幾秒嗎? 逃生活在哪邊? OK 剛剛進來的時候 有注意嗎? 你的頭上有沒有重要 很重的東西 在你的頭上 看一下 頭影機這裡有三台 那小心一下 OK 我講一下故事 17年前 今年20歲 你現在舉手一下 看一下20歲 OK OK 那個20歲的 好 20歲 那名字是睡了還敢舉手 OK 17年前 如果你20歲的話 你大概是3歲 OK 你對於17年前的一個晚上 你沒有什麼印象 那時候我還是學生 我記得那個晚上那個秋天 很悶熱 然後那時候還是一個數據機上網的時代 就是你上網多久 電話費就會越貴 這樣越久越貴 跟妹妹聊天越久 錢付出去的就會越多 OK 那大概到1點多的時候 覺得該睡了 因為明天還要上課 那我正把電碼剛關掉之後 呃 各位記得這件事情嗎 1999年的時候 還記得這件事情的舉手 OK 你們是這個世代 這個是20年前的事情 所以你這輩子會破到一個非常巨大的災難 遇到地震一輩子至少碰到一次 1999年這一次地震 在1點47分15秒的時候 剛剛講到你地震發生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趴下然後 然後 掩護然後 穩住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 這個地方 我在這家旁邊 你沒有任何機會 讓你做剛剛那三個動作的 我是直接被放下甩 然後再左右丟 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砍架 你沒辦法做任何意見反應 因為在這邊 我靠近 呃 台中太平這邊 震度是七級 七級 沒有辦法讓你做任何意見反應人 你 那時候南海只有閃過一些事情而已 搖了一百多秒 然後 我們出來之後 我看到 所有的人 近來我住的那一間 那一棟房子沒有找掉 大家全部站在馬路中間 沒有人靠近建築物 然後 雨震一直來一直來 電線桿一直換 然後電線桿 晃一次 大家就慘叫一次 然後有家人就抱著 有女朋友就抱著 啊我沒有 就自己在那邊叫 非常恐怖啊 然後 跑出來之後 啊 晚了 我機車箱子沒拿 我的Nokia 615 你忘記拿 十三歲長所機用機帶出來怎麼辦 沒有人 在外面我們等了大概半個小時 雨震還是一直來 到最後決定 因為我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想去找我的同學 想去找我的家人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了 半夜一點多 那時候已經大概兩點多了 開始變冷了 雖然是秋天 然後還是鼓起勇氣 進去拿自己的手機 把藥匙拿出來 然後騎了摩托車 開始 進去學校找人 進去學校本來騎摩托車 大概一個分鐘就到了 可是我騎了大概十幾分鐘 因為很多建築物都倒了 圍牆倒了 讓你沒辦法過去 然後我們附近的一張橋 就整個斷掉了 那邊的同學也沒有辦法過來 那 921這次的話 給了台灣非常大的提醒 在20年前 那我現在放一些一些照片 讓大家勾起一下 大家之前的回憶 這是台中 OK 石岡 石岡水壩 有去過嗎 這邊 他這邊還留著 然後當初整個是議題的 像這樣子 整個水壩是潰題的 像這樣子 那這個東寮將會遜索 我地震之後的一個禮拜 我就到南投體育場去當志工 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 男生嘛 我只會扛水 所以在那邊幫忙扛水 因為水是斷掉的 那我只要扛水 譬如說有一些基金會 有一些救援組織 他們會在那邊 要煮飯給詹琳吃 要維持秩序 然後 還有一些救難人員 他們需要把電當帶著 然後進去宅居 有些人進去裡面 出來之後 都不太敢講話 你看一下這個情況 是什麼情況 一樓是不見的 一樓是不見的 在鄉下一樓是做什麼用的 不是客戶喔 一樓是做什麼用的 一樓是孝心房 你的爸爸媽媽都出在那邊 OK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像正合的理由 台北 台北的陣燈那麼遠 可是也打掉了 那再來 新北 那看一下下面這個 最下面那個新聞的字塔 建商過了追溯幾年數 那這是南投的一個武昌宮 那這是熱門景點 雞雞火車站 那再來是風雲的光復國中 然後在這個已經變成一個 像是博物館一樣 對 像正在的一個博物館 你可以去參觀 它這邊就是這樣整個隆起 然後它旁邊其實就是 省道 縣道 那邊的地 就是整個 也是直接拉高 因為斷層直接經過那邊 有沒有過去你們的回憶 最近的地震比較大氣 在什麼時候 026 對不對 如果現在發生這樣的地震 你能不能確定你還能活下來 有人確定嗎 明天跟災難還可以先到 覺得明天會先到的舉手 舉手啊 要希望 災難會先到的 也是有人舉手 問一下自己 明天為什麼災難還會先到 佛家講這個叫無常 OK 口音可能很難幫 明天講這先到的話 你還活著 你還有事情要做 你可以做風險的評估 你可以做栽反 你可以做好幾 你活著 所以你有事情要做 可是災難先到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 災難先到做什麼事情 災難先到做什麼事情 災難 災難先到 假設你幸運跟921 你經歷過的 各位還活在世界上 你還有事情要做 如果你走了 那就沒有你的事情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OK 應變 當下要做應變 你要想辦法在地震的當下 先讓自己活下來 復原 重生 所以不管明天先到 還是災難先到 假設你有機會活下來的話 你都有事情要做 OK 最近有一些新聞 我有看到就是說 當學生在考試的時候 最近這兩天不是在考試嗎 要求地震來的時候 要求學生坐在位置上不要動 記住喔 命是你自己的 別人給你的錯誤的 栽訪應變的知識 你可以不必去遵守 考試是一時的 命是永遠的 如果你有辦法除國下來的話 你的家族 才有辦法連續下去 很多家族在921那一天 就已經消失在世界上了 好了 剛剛講得很悲情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如果可以早知道地震發生 來聽到主題了 那這邊講一下 基本地震的地球小知識 地震發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幾種坡 那大家知道 有一個是P坡 它會先發生 它速度比較快 每秒5到8公里的速度 換算成10 速是每小時是28000多公里 OK 現在的人造物 還沒有辦法再到這個速度 再來S坡 S坡是每秒大概4公里左右 那我給各位參考的數字看一下 最快的帶人設備 像是太空說是 每小時28000公里 那最近不是有新聞嗎 安隆的那個Hyper-1 在地面上的那個高鐵 最快的是1000多公里 是時速喔 可是這個是地震波 每秒是4公里 那如果可以提早知道地震的話 是利用知道地震的基本的一些物理現象 透過科學儀器去偵測到之後 然後再提早告知 那地震有幾個現象 這個可能時間不夠 大家可能再找一下 先發生的話是P坡 P坡是壓縮的 那S坡的話是上下震動的 那再來的話 那過來的話表面過的話會讓你整個感覺非常的搖滾 整個建築物啊會讓你搖擺的感覺 所以像前幾天在宜蘭歸山那邊發生地震的時候 台北部的宜蘭的人 新聞有講 你有一些感覺到上下震動 然後再左右搖滑 我在九二宜的時候今天也是一樣 上下甩你 然後再左右 左右的甩 OK 那 那剛 有 記得P坡的速度比較快 它是每秒 5到8公里左右 那地震它發生的時候 我現在產生比較微小的 微小的一個坡 一個震動比較小的 那科學儀器偵測到之後 它可能可以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地震 那這個需要附很多個地震裡去觀測 那後面 這個 地震的加速度比較大 這一塊 主要的是X坡 是接著P坡之後而來 那再來最恐怖的就是這個表面坡 主要的震動坡 這是最恐怖的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再把剛剛的 地球科學小字字換成這張圖 你看一下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P坡的速度比較快 藍色的喔 已經傳到這邊了 OK 然後X坡速度比較慢 可是當它P坡先經過這個地震測站的時候 被偵測到了 就把它轉成電子的訊號 電子的訊號是每秒30萬公里 然後透過ICTA技術 傳送出來給大家 比如說 像這幾天你收到的簡訊 就是從這邊傳出來的 當它偵測到之後 氣象局送給NCDR NCDR是送給各個電信商 各個電信商 來送到你的手機 OK 那 我這邊呢 是跟 中央氣象局 合作 把它做成一個APP 那它的整個架構跟 剛剛提到的也是一樣 它在 收到氣象局送給我們的訊號之後 然後就 快速的送到你的APP裡面 DCD 那這個的話 是美容地震的 實際發生的手機上的截圖 OK 你可以看到 藍色Dedition的話 是P坡的位置 那 增加上說是在美容 所以你看到的位置 這邊 Export已經到這裡了 呃 我們來看一下手機 實際錄影的畫面 那 因為 呃 聲音沒有 我就用麥克風轉過去 OK 呃 呃 林坑3點幾分 然後大家都睡著了 你的手機也睡著了 那 這個時候地震已經發生了 地震發生之後 P坡速度傳的比較快 這個時候氣象局的各個側站 慢慢的都收到了 P坡的訊號之後 快速的計算 地震的震壓位置在哪邊 能量有多大 就是它規模有多少 深入了多少 然後 計算完之後 再把這個訊號傳出來給我們 以氣象局目前公開 對外界的報告是 美濃地震他們花了12點 12點6秒 應該是12點6秒 送出來 把這個訊號送出來 那送出來之後 我的手機收到之後 如果你在台北 你還有20幾秒的反應時間 甚至30幾秒的反應時間 這個時候你該做什麼事情 打卡嗎 很多人把這個畫面拿來打卡 OK 所以我剛好問你 假設你現在有30秒的時間 你離開這個會場 到外面去 需要30秒嗎 應該不用嘛 對不對 不要推擠 30秒足夠了 不要推擠 30秒足夠了 對 然後 它現在剛剛沒有看到 台北預估大概是一級兩級 對不對 請不要輕忽一級或者兩級 科技科學 可能發生錯誤誤辦 也就是說會有誤差 因為它是快速計算出來的東西 兩級可能變三級 三級可能變四級 也就是說在你收警報的時候 然後馬上做應變反應 好 應變反應不是只有一種 躲到桌下 或者跑出去兩種而已 現在假設有這個科技的 你現在簡訊也收得到了 我國家有在發 你中了我的APP 你也收到了 假設你收到的是 已經在咬了 那你就做剛剛的 躲到桌下 用應變反應 假設你有5秒 5秒能做什麼事情 來不及嘛 還是躲到桌下 10秒呢 這邊可能來得及 那這邊可能要躲到桌下 所以 每個時間點 的應變反應的計畫 不一樣 你自己 每當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大概請聽留想一下 因為疫症其實經常發生 再來在你家裡 你要跟家裡的人討論 假設我們有辦法收到 這樣子的簡訊 簡訊可以收到了 APP可以收到了 那你該做什麼反應 你的應變計畫是什麼 你的家庭的應變計畫是什麼 讓我講一下 小朋友只要BOB OK 阿公阿媽只要推出去 是不是要先也練一遍 你要先做過一遍 才知道說 從你家到樓下 需要多久時間 來不及來得及 你知道30秒 30秒如果來不及的話 你要知道你家的建築物 你的房間空間哪邊 是最安全的 應該趕快有機會躲到那邊去 不是截圖打卡 OK 你一直截圖打卡 有一個圖會內化成你 反應看到五級好高性 都出現一個五級了 結果在那邊打卡 你可能30秒之後 你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 就是你的最後一個紀錄 就是打卡 那這個東西有辦法救到人嗎 像這個發生在美瞳 這是美瞳為伴的情況 剛剛我聽到 回算一下 剛剛Expore的速度是每秒4公里 那剛剛氣象局 它計算時間大概需要10幾秒 你把4公里乘以10幾秒 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半徑 是已經先搖過了 才收到續航 這幾天如果你在台北的話 應該有這個感覺 怎麼搖了之後才收到 這一區稱之為蠻區 從飛山島到台北101的半徑 差不多45公里左右 所以這一區的人 基隆、宜蘭等地 在台北市政府移東 這塊區域 全部都是搖過之後 才收到一區 這個是來不及的 那這一區的話 我們稱之為蠻區 是蠻區的話 這個東西還有舊嗎 你覺得呢 我們國家有很多個城市 想說一個城市 或者其他城市的人 還有機會活下來 還有辦法做 復原、重生 OK 那我來講一下 之前你的故事 1995年的時候 日本版神大地震 他們都做出一個統計 就是說 有去過金版神的 聽手一下 哇 蠻多的 OK 他們在1995年的時候 發現一個大地震 那時候呢 幫忙做為一個統計 如果你是受在被救出來的人 有七層 是自己 想辦法把自己救出來的 OK 那兩層 是別人把你救出來的 可能是你的鄰居 可能是你的朋友 欸 怎麼都沒有聯絡 趕快去你家看看 把你救出來 只有一層 是官方去救的 那後面這個海底是什麼 他們的民間 每個民眾的防災知識 非常的深入 深入在每個人的心裡面 那這一塊東西 日本現在有想定一個東西 想定一個情境 當日本假設發生超巨大 最惡劣的地震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想像的有一個情境 一個是在日本的首都東京 發生直下行地震 或者他們南海這邊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地震彈 然後這邊發生地震的話 會有什麼情況 他們做了這樣的情境想定 日本政府認為 如果發生南海大地震的話 直接死亡人數是32萬人 你想像一下 32萬人是多少人 三重是38萬人 基隆是37萬人 花蓮縣33萬人 新建市30萬人 如果發生這樣的地震 有可能是花蓮縣 就想像一下 花蓮縣整個都滅了 所有人都不見了 那他們認為未來的30年內 這樣的發生機率是70% 所以他們剛剛有看到的 日本的這一張圖 日本的這一區 他們的這些縣 或者這些區域的政府 他們一直在做這樣子的 防救災的演練 強化像給民眾這樣子的教育 不只是這一區 因為這一區他們受災最嚴重 他們會遇到複合性的災難 就像日本三一一樣 不是只有地震而已 日本三一第一次 死亡人數最多其實是因為海嘯的情況 是被海嘯也捲走的 地震的死亡人數 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是發生這樣子的災難的話 也有可能引起複合性的災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 想像一下 在大台北區域 發生很重大的地震 類比成日本剛剛出來的數據 你估計直接的死亡人數是多少 這個新聞有出來 方方有提過 可是我們後面的命令 是什麼呢 你去查這個新聞 你只要查關鍵字 國政中心台北四千 你知道嗎 查這個Q1 就可以找到這個新聞 他說大概會有四千棟房屋倒塌 那發生的規模只有六點三喔 我說只有 可是六點三其實蠻大的 六點三是九月一之後的余症 不是主症喔 主症是七點多喔 南投 吉吉 水泥那邊發生的主症是七點多 後面的余症都是六點多 五點多 假設像這樣子的余症 發生在台北的腳底下的話 他們估計台北會有四千棟的房屋倒塌 假設一棟是 裡面有二十個人的話 你認為台北市會有多少人直接死亡 整個新北 那這個時候 你認為我們的國家體系 我們的救災單位 有辦法應付這樣子的災變嗎 你可以想像一下八千層爆發生的時候 整個北台灣亂成一團 圍觀大樓倒的時候 倒的時候是全台灣省集合各地的人去搶 那個七十二房間七十二小時 如果倒了四千棟 誰要去救你 OK 那我們該怎麼做 怎麼辦 我們還是活著嘛 對不對 我們還有明天啊 所以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人類在地道災難的反應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後面沒有任何的那種學術背景的報告 可能都是時間點 然後可能都是你的恐懼 人類的恐懼 或者你的捐款 或者是說你的媳婦會做什麼事情 但是災難發生的當下 你會恐懼之後你會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還活著 你通常都去捐錢 對不對 捐很多錢 去做什麼事情 去做人道救援 然後他一瞬間就覺得非常多的物資 到最後一些防救災難說夠了 不要再捐了 或者是說我們的捐款金出夠了 必須要再捐了 台灣一直在做這種事情 當災難發生之後 看到這個時間點嗎 當災難發生之後 我們做的不是做的到救援 也就是說 災難發生之後 如果你受傷了 不能死亡了 再把你拉出來 假設我們可以把那些資源往前挪 拿來做預防 你想像一下 人道救援還是該做 但是它是不是會降低了一點 死亡人數也會降低 受傷人數也會降低 所以一樣要花資源 一樣要捐錢 預防真的生意治療 那這個觀念在台灣一直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我希望把它翻轉過來 那怎麼做 我從我的觀察 從斑斑的體系 從學術的體系 那民間好像也沒有人 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比較認為有可能的方式 是去建立一個基金會 那用非典型的方式 提供新型態的公共服務 那這個公共服務 其實是可以從防救災作手 那因為時間不多 我大概把它講得快一點 日本 他們大概怎麼做 像日本以官方來看的話 他們東京都政府 他們有提供一本叫做 東京防災的手冊 你可以去查這個環節是東京防災 它有提供PDF版本 你可以直接在他們的網站下載 而且有版體中文版 那裡面有這麼後一本 有跟你說 地震事情該做什麼事情 地震當中該做什麼事情 地震後該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成為災民 你該怎麼做 講得非常詳細 那再來 日本還有一個是 防災接觸室 就跟我們那種消防室一樣 告訴你相關的防災相關的事情 那再來 我剛剛講到非典型 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地震南的時候 你們要走到桌子底下 各位好像都不太想聽 好像只有前面這一台 所有要走到桌子底下 後面好像都沒有反應 日本有一個組織叫做 Bossai Girl 這樣子的女孩子跟你講 你會不會比 會嘛 你就聽了 跟你手要走的話 就是桌子底下 好趕快走 看到背影而已 你可能還沒有什麼反應 如果是這樣子呢 更有感覺了對不對 日本他們其實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方式 我剛剛說的非典型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不能用官方的那一套 演習 演戲的方式 或者用學術研究的方式 民間自己 可以有自己的方式 去做黃救宅的 知識的傳播宣導 或者是說 剛剛講的情境免禁 那我認為基金會是一個 比較有可能 在台灣可及的一個解法 OK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的時間 來夠開放一個問題 有沒有在場的朋友 要問一下KNY 來 你好我想請問 因為在網路上 我剛剛知道這個APP 原本是一個天氣的APP 然後還沒有抑震整理功能 那我很好奇是 當時你怎麼會 是如何跟氣象群 開始這樣的合作 然後中間有沒有怎麼樣 比較困難的地方 你怎麼解決的 謝謝 對 一開始只是沒有地震的東西 那因為 因緣際會 參加了一些組織之後 有認識氣象群的人 那其實我一直在提倡一個關於 就是說 官方應該是做 以氣象群來講 它是一個技術單位 科學技術單位 它應該是做更好的科學技術相關的 比如說天氣浴霸 或者地震的研究等等 那我一直 像我是APP快速教育學位理事長 像以我的角度 來講 是說不希望官方去做APP 做比較99%的APP 不應該由官方來做 那我們也跟他談說 像這樣的東西 除了在open data以外 可以做以外 他們的公共服務 其實也可以由民間來做 那假設你剛剛提到的APP這個題字來講 如果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官方去做一個APP的話 如果這個APP下載數不高的話 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對 在編列預算 行銷 廣告等等的 那我的情況是 因為我的下載數 他們是不是在談合作之前 已經下載數 已經超過100萬了 那我跟他提到 你直接把你的資料 跟我一起合作 做公、私、夥伴的關係 來做這樣子的合作 就是說 民眾可以拿到你的服務 公共服務 但是透過商業公司出去的 但是這個不是標案 這個不是標案 那我們比較其他 是像這樣子的合作關係 那西洋局也 他也滿面同像這樣子的理念 他們之前也是 已經在推這樣子的東西了 那我們跟他現在是 比如簽一個合作協議 那把公、呃 公、呃 公、呃 公、公部門的資源 透過民間 或者商業公司的 的力量 在推給民眾 這樣子 以前的 傳統的公共服務就是 公部門去發出一個標案 那由一些商業公司去提供 那目前我認為 未來會越來越多像這種情況 就是公部門他想要提供 某些公共服務 但是是透過某些商業公司 公司去協助他去做的 比如說你現在收到的簡訊 是雖然是有點強制祕密 要求電器商去配合 但是這種模式以後 我認為會越來越多 OK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 呃 西洋局開通是滿開放的 還滿流暢的 他算是我認識的 如果公單位 算是滿open的一個單位 OK 好 謝謝 我們再一次掌聲謝謝科恩Y bank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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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